在初选中击败前州长斯碧策的民主党主记长候选人斯敬格 四日在市议员顾雅明的陪同下 拜访了法拉盛华商会 感谢华人社区在初选时对他的支持 并呼吁华人选民在普选日继续支持踊跃投票 在市议员顾雅明的陪同之下 民主党主记长候选人斯敬格 4日拜访了法拉盛华商会 向华人社区的支持表示感谢 受到商会理事长徐朱刘定 总干事杜比德等众多理事成员的热烈欢迎 在初选前已经表态支持斯敬格的纽约州众议员金对席也到场 并对斯敬格的参选主记长职位表示支持与肯定 理事长徐朱刘定及总干事杜比德等人 对顾雅明及斯敬格对华人社区的服务贡献都表示了肯定 并以个人身份表态支持 竞选连任的市议员顾雅明则指出 今年初选中华裔选民出席投票并不踊跃令人忧心 他也呼吁社区民众在11月5号的普选日 一定要踊跃出席投票 显示华裔社区的选票力量 并提醒尚未办理选民登记的合法公民 可以在10月11号截止登记日期前 至选举局申办 详细情行民众可以向顾雅明办公室询问 电话号码为718-888-0782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纽约参访报导 在纽约市民主党公益维护官复选中 胜出的市议员詹乐霞 今天来到曼哈顿华部孔子大厦 会见了华人社区的各界人士 这也是詹乐霞参选纽约市级民选官员后 首次正式拜会华人社区 詹乐霞在市主记长刘纯毅的陪同下 受到资深华裔民主党人士刘毛素清 中华总商会董事长于金山会长李可乔 华策会行政总监陈寿权 华部老人中心主任吴宝林 香港旅美华人总商会会长陈善庄 福建联合总会会长于光武 前中华公所主席陈喻居等的欢迎 刘纯毅首先介绍了詹乐霞在市议会任内的工作 她表示作为全体市民的公益维护人 我认为詹乐霞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她一直在为选区以及落实群体代言 詹乐霞表示她在市议员布鲁克林选区内 也接触到许多亚裔和华裔人士 了解亚裔和华裔社区的需求 我去中国地方了很多 媒体里不是有事,但我曾经过去 所以我没有去中国地方了 我去中国地方了 我一直在我社区的工作 我希望工作人员地和华裔人士 和华裔人士 和他们在河庄,河庄,在河庄 和在我的身份身上 现在我们在新亚,在新亿市 我们需要确保所有声音 在新亿市内都会听到 尤其是在西亚的社会 与会人士也向詹乐霞提出了 诸如老人福利 可负担住房 警方执法等议题 詹乐霞表示 他将积极改变传统运作 聚焦市民权益 教育及小商业 希望当选后 与华人社区有更多的合作 维护包括华人社区在内的 全体市民的权益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两年前 一年19岁的华裔士兵陈宇辉 在阿富汗受到了 其他美军士兵的欺凌 当年10月3日死于枪伤 而昨晚陈宇辉身亡两周年之际 百余名他的亲人朋友 以及支持者 聚集在华部的伊丽莎白街 共同追思这一逝去的年轻生命 而这条街也将被命名为陈宇辉路 众人手持蜡烛 用中文和英语念着陈宇辉 从小到大的经历 陈宇辉生于1992年5月26日 他是祖子 很爱他的父母 他在曼哈顿长大 他很怕羞 现场一张收集了500多个留言 和签名的巨大横幅上印着 We are Danny 我们是陈宇辉 惠集了支持者们的哀思与关怀 随后 众人手持蜡烛在陈宇辉小时候居住过的伊丽莎白街上沉默游行 每次都坚持出席纪念爱子活动的陈宇辉母亲陈宿珍再度泪如雨下 哽咽地感谢大家 两年后仍然对这一案件保持关注 对陈宇辉家人持续关爱 他说 希望类似的欺凌事件不会再发生 这样的伤痛 不会降临到其他家庭 出席追思活动的市主记长刘纯毅和市议员陈倩文 纷纷表达了对陈宇辉家人的慰问 和对欺凌事件的愤怒 這是一種努力讓 Danny Chen的故事再次再次再次 讓我們不會再次重複 讓我們不會有這種狀態 在軍隊或在任何地方 特別是中國美國人 他們正在追求美國的夢 想要成為這個國家 和服侍他們的國家 就像是 Danny Chen的 我們每年都要紀念他有這個試驗會 不只是為他為我們大家爭取這個公平的對待 謝謝 心懷從軍夢想的19歲少年陳宇輝 兩年前在阿富汗伏兵役期間 被8名上司欺凌和虐待後死於槍傷 但到目前仍然無法確定是自殺還是他殺 涉事的8名軍人全部被軍事法庭裁定有罪 已有6人被隔出軍籍 據悉 將位於白野街和堅尼街之間的 伊麗莎白街這一路段更名為陳宇輝路的提案 有望在今年秋季通過 屆時陳宇輝的名字將永遠在此高掛 被眾人懷念 華語電視記者布宣 紐約採訪報導 為有效打擊電子產品的偷竊和搶劫 法拉盛轄區109分局今天下午 在法拉盛的新世界商城 舉行了電子產品的登記 吸引了眾多民眾前往 來自台灣的聲動樂團 將在明天晚上法拉盛市政廳舉行全美巡演中的 紐約地區的精彩節目 呈現台灣的多元文化風貌 請看一組社區簡訊 這科技進步 手機iPad等電子產品不但成為生活必需用品 也成為竊賊們的首選目標 近來警方也捕獲了多起偷到手機等電子產品的案件 但有部分產品因為沒有在警方電子產品登記註冊 警方也無法找到施主 紐約市警方也推出了電子產品註冊的服務 幫助施主巡迴財物 法拉盛俠區109分局4日下午在法拉盛新世紀商城 舉行了電子產品登記 由市警總局社區員警杜淑賢 與109分局預防犯罪小組員警安東尼 兩位員警在場服務 吸引了眾多民眾的偽觀 許多民眾剛好經過立即辦理登記 也感謝警方對民眾的這項服務 警方也提醒民眾在人多及搭乘地鐵時要小心隨身的電子產品 避免成為犯罪的受害人 來自台灣的聲動樂團 自創團以來已經在世界十多個國家巡迴演出 為慶祝成立十周年 該團自今年9月起展開了跨七大洲的十多場演出活動 紐約地區將在10月5號晚間7點半 在法拉盛的市政廳演出一場 據介紹 聲動樂團的靈魂人物 是來自台灣的憲韻雅 和作曲人史考特 橫約了太平洋相遇 落腳在台灣深耕創作 該團在作曲家史考特 巧妙地融合了民族樂器 二胡 軟琴 手骨和貝斯 再加上主唱著米亞 悠揚的歌聲和阿諾多姿的舞姿 曲目呈現出台灣的多元文化風貌 詳細情形 民眾可以上網查詢 網址為www.amovingsound.com 華語電視記者 楊展天 紐約採訪報導 再來關注兩則來自加州的新聞 舊金山市市長李孟賢 加州參議員 余良等灣區政界人士 僑胞 留學生 中資機構 以及各界友好人士超過1000人歡聚一堂 宋盧安副總領事主持了招待會 加州州長Brown 聯邦眾議員Barbara Lee Eric Swell 加州參議員Mark Leno 眾議員丁又利等政要也以不同形式 向中國國慶64周年表示祝賀 袁南生總領事致詞說 中國成立64年以來 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 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目前是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製造業 總量大國 中國與舊金山領區五個州的 雙邊交流與合作加速發展 不斷為中美關係整體發展注入正能量 今年上半年這五個州的對華出口170億美元 佔全美比重的31% 總領館與舊金山市政府及駐舊金山聯邦部門密切合作 在妥善處理韓亞空難等重大事件上得以體現 我們李孟賢市長和奧克蘭的管理者市長 馬上就要到中國去訪問 他們這次會就與上海和有關別的地方 就是雙邊的合作方面 會要達成一些新的合作的協議 所以舊金山領區和中國雙邊之間的合作 一定會隨著李市長官市長的訪問上一個新台階 舊金山市長李孟賢致辭表示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和舒爾茨不止一次向他提示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關係 李孟賢很欣慰舊金山是兩國之間關係最密切的城市 他將在今年10月再次訪華促進多方面交流合作 今天 美國的關係與中國人民共和中國人民共同 是世界世界最重要的關係 我非常開心 這個關係與我們的關係最重要的關係 加州參議員余映良 舊金山市議員馬兆光 古執官朱家文 阿拉米達縣議員莊錦鎮 Silly Angel市議員李國斌等華裔名選官員出席並贈送了賀狀 舊金山歌劇院男中英李敖 加州藝術學院與中英田海蘇 舊金山灣區華人歌唱家宋小花 和劉文昌等演唱的動人歌曲 將當晚的氣氛推向高潮 華語電視記者 水晨晨 舊金山採訪報告 中國戲曲學院附設中學 少年金劇團抵達了洛杉磯 要在南加州展開為期五天的巡演 表演訪問團裡頭很多的小演員 都曾經得過各項的比賽殊榮 他們將在聖馬利諾市喜瑞都市現役 同時還將在迪士尼樂園表演給主流社會看 這次我們非常高興能夠請到北京中國戲曲學院 附屬中學少年金劇班到洛杉磯來演出 他們這次很順利拿到簽證 讓我們非常開心 那這些孩子們分別是12歲到18歲 是做科的學生 那麼有好幾位都是得到小梅花獎得主 也就是說最好的小演員 那這些孩子們都是我們將來金劇的接班人 是未來我們金劇的展望 他們這一次到這邊來 非常受到洛杉磯很多僑界的歡迎 中國戲曲學院副社中學校長徐超說 這一次來洛杉磯表演的成員 雖然平均年齡只有14歲 但有好多人已經榮獲了中國兒童戲曲界 最高的獎項小梅花獎 同時也得到全國戲曲電視大賽的金獎殊榮 非常高興帶領中國戲曲學院附中少年金劇團 來到洛杉磯進行文化交流 應該說這是我們學校帶著學生出行 這是第一次 而且這第一次就得到了美國洛杉磯很多朋友的支持 我非常的高興 聖馬利諾有50%以上的居民是華人 金劇是中國的國粹 希望透過表演能夠讓更多人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 非常歡迎少年金劇團 特別從中國來訪問我們聖馬利諾市 我想這個訪問非常有意義 我想這個金劇本身它是我們的一個國粹 它是一個藝術 但是我往往同藝術戲曲的演出 它可以把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 經過這個演出把這個訊息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 少年金劇團在洛杉磯表演的時間 將在10月5號6號下午2點 在加州中國表演藝術學院舉行公演 華語電視記者洛杉磯採訪報導 賞到有限在10年木策 Ziab Prepare 賞機會在衝突裡 可不可以過 按這個 感谢观看